我们看这题目 将下来各个循环小数 化成有理数 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 这是 2.37 3.37循环 那么我们可以将 这个数写成是 这是2然后加上 这是0.37 然后加 0.0037 然后加 依此类推 一直到无穷 那么 0.37加 0.0037 加加到无穷 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视为是一个 无穷等比级数 那么首相是0.37 公比呢 是1百分之1 因此 这是等于 这是2去加上 这是 1减掉 1百分之1 分之 这首相是 0.37 那么 那么这等于 2去加上 这0.37呢 是1百分之37 那么去除以 1减掉 1百分之1 我们得到 这是 1百分之 99 因此呢 这等于 2 去加上 这是 2百分之1 是99 分之37 所以 我们算出 这答案是 99分之 这是 2乘以 99 再加37 所以分子是 2百 三十五 我们得到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 第二小题 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二小题 这0.281 81 循环 那么 这个数 我们可以把它写的是 这等于 这是 0.2 然后去加上 这是 0.081 然后再加上 这是 0.000 81 然后加 点点点 意思到无穷 那么 这等于 这是 0.2 也就是 五分之一 去加上 后面 这部分呢 我们可以视为是一个 无穷 等比 集数 那么 首相呢 是 0.081 那么 公比呢 是 一百分之一 所以我们这里是 加上 这是 1 减掉 一百分之一 分之 0.081 那 0.081呢 我们直接把它写的是 这是 一千 分之 八十一 所以 这等于 这是 五分之一 去加上 这是 1 减掉 一百分之一 也就是 一百分之 九十九 然后分之 这是 一千 分之 八十一 所以呢 这等于 这是 五分之一 去加上 这里我们先 分子分母 同乘以 一千 那我们得到 这是 九百九十 分之 八十一 所以呢 我们通分母 我们可以算出 这是等于 九百九十 分之 两百 七十九 那么 分子分母呢 我们同除以九 那么 算出 这答案是 一百一十 分之 三十一 这个答案